我們今天的新聞看到 盧秀燕戴著獅子頭 我今天戴的這個才是 他是波提斯 那不是統一斯好嗎 雖然也是統一企業的 上次去那個台南之後 那時候反而是3比1 對 觸敵反彈了 我們剛好在晚上在飯店 那杯威士忌 那杯我喝完之後 見底之後 那個地方剩的那些砂糖 就是統一斯的谷底 奇蹟性的轉折啦 對 兄弟 其實亞軍也蠻厲害的啦 畢竟不是每個人都打得進亞軍 第七戰感覺就是 中間那一局是 等上次有人要一直下打跑啊 原來邱總也是會下戰術的 還是有用 大餅最大的問題就是 大餅沒有戰術 大餅太相信球員了 接下來三戰 選擇一個不相信球員的狀態 對 我們上一集做了那個 LOGO的演變史之後 都發現原作者 也是有在看我們節目的 捷肉米 那感謝捷肉米 熱情的設計的這個 LOGO給威懸龍 上一集播出的時候 收到非常多憤怒的龍迷 我們就是要點燃你們的憤怒 你看我們也是 孝童醫師樹糖樹了一年 終於拿下總冠金了 大家都會說認證你就輸了 沒有沒有 認證你才會贏 比如說未全民 你就繼續生氣 藉由吸收各位的負面能量 帶給各位正面的能量 排毒 紓壓 香香統一 想想香香草長 香香波隆 後免之 我是不知道太難嫩情想 生活一個觀光客 第一餐都是鳥肉湯 呵呵 你看我們班的這樣 你跟隔壁穿帽去吃 多高膩 穿帽的第一太扯 吃完一攤又一攤 這樣我們其實不想去休場 反正今年7-11以為看 對 我們直接7-11買啤酒看 開始賣黃牛 對 它買票 呵呵 好 乾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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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杯 董儀的明星球員 放最大是大餅 跟高智剛 大 我第一次看到從教練放那麼大 因為林月平是尾巴的主要人物 呵呵呵 高欠那個好像那個 整個帥耶 這電影海報吧 對 心靈投手 呵呵呵 想要圍巴的話 可以買一台回去自己圍 就裡面突然有了 所以看馬美尤真有影片就是 他在裡面睡覺 就司機有進去 如果真的被圍巴的話 就要跳舞林山 對 所以現在有兩台 對 它其實都不只坐這兩台 坐統一的卡車 你看它這邊還是那個鐵架的 對 因為舊的球場設計才會知道 你家的職業 後面有個人在城市 對 那是高是高嗎 修圖了修 修到我不知道是誰 阿強嗎 我剛認出來是誰 沒有 墨鏡都認得出來 欸你看那個樓梯 看那個樓梯 跟那個磁磚 呵呵呵呵 這是以前台北市立道 對 磁磚早復古的 現在還不錯啊 有那個 四季末的放球賽的感覺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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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熱情 對啊 修開杯第一次來到總冠軍賽 現在正在放職棒元年的主題群 台南真的是蠻復古的 我已經很久沒在球場聽到了 等一下啦啦隊會跳這個嗎 我剛才很多人跑來跟我拍照 跟我說可以抱怨一下 台南的LED看板 我以前弄了Lokia手機的時候 就是這個LED看板 我相信用iPhone啦 還是這個LED看板 我覺得台南球場至少 全力打牆那邊的廣告看板 是又統一色系的 以前我記得有去台北放球場看球賽 每天就是買第一拍的去座位 可是我前面會站一拍的 就像前面 就像那邊看的 有成夜 同一的喇叭 在每個柱子旁邊放一個 所以超吵 跟以前的舞廳一樣 以前的舞廳也就是 會放在那個柱子旁邊 因為喇叭打到這邊的時候 就會有正的聲音 外眼也看不到 今天到底誰先趴 完全要靠腦袋 完全要靠腦袋 跟小時候看放球一樣 我第一次看到同一二拉拉隊 很像那個孫悟空跟漩渦明人的 中 多蟲影分身術 哦 我知道了 這是那個多蟲色幼樹 明年如果跟那個 柱子旁邊使用的話 一開就可以贏 因為會被色幼樹中招的人 要自來眼 他這邊寫個油 他們球員要從這中間走進去 是不是 會不會有抵倒 其實有可能 因為你要從一群人中間走 怎麼走出來 樂天的 樂天的是走一個年輕青春路線 兄弟的 兄弟的是走一個姊姊姊系路線 同一的是走一個宮廟路線 球員走出來 他就在旁邊坐伐 拿一個旗子給他們 就在坐伐 在我被練習的時候 二雷手不能抱船 哎呦 到上林肉街 那個後面拉那個直接爆頭 今天江誠營先發案 我今天這兩個都是 台灣現在滿好的投手 只是他們被偷在一起 就會覺得 我白是輸羊將一劫 投手估計他會打到12點半 打到美國總統先出來 而且我看到外野 看到外野那個中間還有一層 有當過健庭兵的朋友 有沒有中間睡覺的感覺 我還沒去 我其實蠻想去那邊看看的 現在那個裁判的頭上 被強迫一定要帶一個GoPro 我記得我之前GoPro剛出來 球隊隊友在我的補手面罩上面 加一個GoPro 裁判跟我說 你那個要不要拆掉啊 危險 結果現在知道裁判上面裝GoPro 不會危險 它會不會爆炸 它會不會在那邊吃 它會不會攪止 喔 到後面 沒有 真的有人在那邊撿球耶 穿越馬路 穿越後 到對街 到對街 我覺得台南球場的體驗是很有趣的 我第一次來我覺得蠻興奮的 很像我小時候看球的感覺 台南球場的光線其實有點暗 後來發現不是 可是我帶目前 遙遠的地方有兄弟的啦啦隊 巴菲邊疆 孔一的應援區 是從內一開始 你要在那邊先做一個預測 好了 我猜這兩個球團都希望打到 第七場 因為今年收入不夠多 加神仙街狀況很好 他節日行投手 專門在端午節中秋節 今天美國總統大選節 對對對 隔壁有個大叔 明明今天就是孔一的主場 大家穿橘色的黑色的配色 他搬一個救命山巨人堆 孔一的啦啦隊的舞跳舞的風格 真的蠻宮廟的 蠻可愛 這音樂就是後製沒做好 剛才明明那麼大聲 就現在變小聲 不要再拿MV3來放了啦 孔一球團 大家可以請一些樂團來啊 我蠻喜歡這樣看酒的 有百分喜歡震著看 然後這邊當然有一個櫻桌子 然後可以放酒啊什麼的 而且這邊的空氣很好 我在那個位置 這個地方 可以看到黃恩赤投球 這個地方可以看到林安可打球 中間的風我不知道 像那個 紐約的地鐵 然後我會聞到一些跳高位的感覺 在這個空人裡面 兄弟的釋放都是超過四十歲的 來打的 這系列上你看那個 扇子跟那個上面就知道 老將比較重要 尤其是統一 統一都很久沒打一冠軍賽了 周董事跟統一式的總教練 還有首席教練 一起打過的 不知不覺的變超老的老將 這三十年已經不知道 看過幾次 嗆屍重回軍賽了 其實我最近印象最重要的是 職棒三年還四年 林克路易是 第一次3.08前幾年 因為那幾次打太精彩了 後來就朱鴻生那一次 跳躍卡球 打出去之後 那場就是MVP 第一次被收壓的MVP 統一的LED看板很壞 現在是詹子賢在打擊 他的看板上面寫 就一直在說 我們本來後方有賣吃的 現在兄弟都進攻 不用看了 然後詹子賢一邊看說 我看 現在有鬆麒麟 現在有鬆麒麟 啊 安打 詹子賢打快回本壢 趕快回本壢 吃東西 然後詹子賢打安打之後 他的看板上面寫 防疫器先離開座位 請佩戴口罩 越東華被三振的那一刻 大看板直接寫 畫米花 鬆麒麟 本壢後方 販賣中 不是一個KA大家有 不是 現在沒有什麼棉花座啦 沒有人管 買票有啊 做起來就沒有管了 你如果是有賣棉花座的話 在所有的位置都是滿的 表示你根本沒有這樣 沒有錯 這一點也很復古 台北市立報救場的Style 明明就賣1萬人 但現場有3萬人 美食甜的 不是我要騎士台山 哪有什麼樣子 在這面衣裡面真的有糖 他五球送貨超好耶 所以說今天 走完第三的重點是老人 年輕人都不知道在打什麼 林祖傑 他叫炸籽嗎 外套不是說是 喜歡吃奶茶就叫奶燒嗎 他起來是炸的東西叫炸籽 每天都吃錢書機炸三百 身體負擔蠻大的 第一次來彈你出來看走完比賽 現實很非常的混亂 沒有脈絡的音樂 現在是Michael Jackson 現在是Michael Jackson 現在是Michael Jackson 完全產生一個復古的浪漫 我希望彈你出來真的不要改了 維持這個狀態 我覺得這場在蠻好的 今天有看到什麼兩歲小孩來啊 你現在已經用iPhone了 他的L1強是這樣 你以後用iPhone68 他的L1應該還是這樣子 野球乾杯乾杯 一小時後 我剛走了球長一圈 我先用一攤賣酒 一攤酒還是白尾 主板要走很遠 所以現在還中場 要怎麼穿下去 叫我怎麼穿下去 所以就該沒有團隊要怎麼辦 那我就偷看 那我偷看 那我偷看有什麼這樣 aktam 被打到快10點了啦 巴拉隊快14秒了 這邊要打4小時就門了啦 2 hours later 好啦,感謝今天 台南的朋友這麼支持 野球乾一杯 今天統一的是 席拜了 一開始就拜了 統一在't它容易訂立除 是HKMP Нет 來幫阿蘇在台南的現場 在這個充滿糖分的空氣裡面 吞下一杯加糖的苦酒 苦酒滿杯 不知道結果到底怎麼樣啦 但總之在這一場 那個台南的朋友 請讓我用一杯 那個山豆粒加砂糖 來餵那個台南的朋友 你應該明年還是會想來 對 我明年還是會再來 我要再來享受一次 那個Cyberpunk的氣氛 就這樣 以後乾杯 乾杯 掰掰 乾超甜的 喔 好甜 我媽昨天跟我一起看棒球 然後林阿克打一次三連安打 我媽說 我媽說 這是洋將嗎 我說沒有他混血 媽說 喔 現在的球員都這麼年輕嗎 給他看周董 我說這個跟我一樣大 厲害 快退休了 跟我一樣都是中年人